三处高厢映入连连,上达天下入地 好吧,是三座超级高的楼房 今天我和朋友二狗进去探索一下 高楼探索我们也做过很多期 每次都有奇奇怪怪的发现 当然咯,每次也会遇到很多危险 大家可以先猜猜我今天会量几次 二狗别玩了,整篇要开始咯 直接进去,似乎没有提供道具 第一关是爬梯子 好家伙我上不去,兄弟有啥办法 这棵树,还行,有木头就能打造梯子 咋感觉第一关有些简单 算了不管,上去吧 这是第二关了吗 里面有两个装备,下面这些黑钥匙很可疑 弄了好久也没有弄动 真好,还有个箱子 我手上没木头,二狗开路 它们是什么东西 力气好大,还好我机智 都给推下来了吗 还有一个家伙,把它消灭掉吧 如果后面还有怪物 那么我就把它们全部推下去 朋友还在上面喊我 别急呀,急也没啥用 又轮到我大梯子 第三关是个圈 感觉没有怪物 果然 哎,它咋还跳下去 那就不管它,快点上去吧 很麻烦 不过只要有耐心 还是没啥危险的 额,头大 我咋也跳下去了呢 又得重新来 太麻烦了 经过不断努力 我又重新的上来 还有很多的装备 全部拿走 拿到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算通关了 怎么下去 直接跳 下去吧你 一脚就踢破我朋友的降落伞 慢慢下去 希望我朋友没事 好家伙 它还有备用的 小家伙没有怪我 心态也是真的好 第二个房子试试 这是过山梯 翻找背包 找找东西 让二狗先上去 过山车 很轻松的样子 很快呀 爬的一下就上来 水电梯 这关难道就是 让我们体验各种电梯 似乎没有遇到其他的危险 开始慢慢的扣红 然后我就跑出来 狗子似乎被卡住 帮它一下 就是跳一跳 慢慢上去 行了是一个梯子 通过这关的话 钻石房子应该就看完了 一个小房间 至少 垂水平均的 绿子 把这两个房间 多虚子 充气 好了 我看到 没错 你 可以 吗 我 是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